Nitia Nandam,大家好,我是Mani Tia Kaila Sananda 我现在是在印度的班加罗尔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今天的大师有非常非常令人兴奋 并且令人醍醐灌顶的内部的开示 这个开示没有公开 只是跟这个Parma Shivoham的同学在分享的 但其中有一点呢 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段时间也是遇到了一些这样类似的问题 大家会问,大师会了解我吗 我要跟他讲我的人生的细节 然后他会判断对我有这个评判吗 觉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会对我的行为有监控吗 他会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还是错的 或者是我的人生走到了这一步 他应该给我多么具体的指导等等等等 所有这一切 今天大师呢就是在这个开示当中跟大家讲 他说我呢 你其实对我完全的信任 你知道你跟我没有任何的隐藏 你也知道你不需要跟我讲任何的事情 这个就是对我的最高的一致性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隐藏 因为大师什么都知道 你什么都不需要跟我讲 因为我什么都知道 这个是我们真实的和大师存在的状态 这个呢 当你认知到了这一点 当徒弟认知到这一点 这才是最高的一致性 任何人呢觉得自己有事情要隐藏师父 并且呢或者是觉得要跟他分享的 就是跟大师讲啊 我的人生之前这样现在怎么样 今后怎么样 等等这一切呢 大师说都是对他的 不一致 也就是说呢 他是无处不在 他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一切 我们什么都没必要隐藏 什么也没必要跟他讲 但是呢 这个存在也是很妙的 大师说 我未显化的部分 知道你的显化和未显化的部分 我显化的部分 知道我未显化的部分 所以我显化的部分 知道你显化和未显化的部分 但是同时呢 我显化的部分 不知道你显化和未显化的部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绕口令 其实这个呢 我的解释就是大师 他本尊人的显化 他在人形中的这个显化的部分 以及他的高我未显化的部分 因为大师是完全 他就是神 他是完全正无圆满的存在状态 所以他的身体和他的高我是完全相通的 他的高我当然就是纯意识 是超意识 他知道我们纯意识超意识的部分 也知道我们显化的部分 由于他的身体是和他的高我是直接联系的 所以他的身体也知道我们的显化和危险化的部分 但是也不知道显化和危险化的部分 因为我们没有用嘴跟他讲过过去 现在和未来 大家能够现在可以理解这个原因和关系 因为我们是还没有正物圆满的状态 所以我们显化和危险化的部分是没有直接沟通的 但是打开第三只眼之后其实是有了更好的沟通 但是可能这个沟通的渠道没有像大师证物圆满的这样的存在 他是阿凡达 是直接计时的 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还是需要有显化 把自己的振动频率提升到这个高我 或者是这个危险化的这个振动频率 我们显化的部分才能跟危险化的部分沟通 所以在解释了这个之后的逻辑 大家就知道了 他是最终极的存在状态 他是超意识 所以我们在跟大师 比如说跟他做Dasham 跟他做一对一的点话 或者做阿卡西阅读 跟大神对话的时候 不需要讲这么多的 他们什么都知道 并且我们也不要觉得我跟他能藏着掖着 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他也都知道的 不是说在他面前 他的肉眼前做的事情他看到了 在他肉眼之外做的事情 他看不到 我就可以在他面前一套背后一套 这个也是非常错误的理解 所以呢 其实在大师面前呢 我们是纯粹的没有秘密的 我们所做的一切他都看得到的 他对我们的爱是最没有条件的 其实很多朋友有一个误区 就觉得大师会不会对我有一些判断评判之类的 他会觉得我做的对还是错 其实大师对我们的爱是最无限的 最无条件的 既然他是宇宙意识源 他创造了整个宇宙 创造了好和坏 那就对他来说没有好和坏的区别 在大师眼中他跟我们说 他看到的我们无非是一坨模式 一坨不圆满的模式而已 这就是我们在大师眼中的存在状态 我们无非呢就是从不圆满到圆满的过程 仅此而已 他来就是给所有的人重物圆满 也仅此而已 所以呢希望大家经过这个分享呢 对大师真正的存在的状态和他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一定的了解这样 也希望呢有一些困惑 能够通过这个讲解得到了解答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然后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2月1号或者3月1号 来到我们的Paramashivoham这个项目 来真正的和大师一对一的面谈 一对一的接受他的点话这样 体验大神风范 让自己呢从现在状态的凡人成为神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Nitianandam